中華健兒就要出征倫敦 總統馬英九專程到左營國訓中心授棋 倫敦奧運取消棒球和壘球 加上團體項目的籃球、排球和足球 中華隊也沒有取得參賽資格 本屆奧運中華隊只有44位選手 在14項運動取得參賽資格 選手裡跆拳國手楊淑君最受矚目 除了先前廣州亞運的電子化風波 還因為這次和死敵 中國的吳靜玉被排在籤表的兩邊 只要正常發揮 極有希望奪金 比賽的我覺得成長許多 然後在心理上也不會感受到壓力非常的大 那這一次的目標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打好每一場比賽 我們有準備奪牌的信心跟決心 那至於說比賽的結果 因為不是說我們在那邊講說 拿什麼牌就什麼牌 然後我想我們所謂選手包括教練團 都我們的唯一的目標 也就是最大的目標 當然希望我們能去拿到金牌 體委會根據世界排名評估 跆拳的三位選手 女子舉重五十三公斤級的許淑敬 以及五十八公斤級的郭姓淳 較有奪牌機會 至於中華隊能拿幾斤幾銀幾銅 體委會沒有正面回應 一九八四年以中華臺北名義重返奧運之後 中華隊在二零零四年雅典奧運表現最好 靠著臺拳和射箭共搶下兩金兩銀一銅 可是四年後的北京奧運 只在跆拳和舉重分別拿到兩面銅牌 這個成績要如何超越 選手的臨場表現很重要 像自由春女王肖梅玉參加的女子全能 第一次列入奧運比賽項目 教練徐瑞德說 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還沒有誰敢說自己一定奪牌 就是要看他到臨場的表現 跟一些機會的把握 還有他的信心有沒有衝出來 前進倫敦奧運 挑戰競技運動的最高殿堂 中華健而準備好了 至於結果如何 就等賽事陸續登場時見真章 記者綜合報導